我們要來開箱一個新的Buffet 都給我去吃它 不行啦 這個肉太熟了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Color 我們今天又來吃吃到飽 我不知道最近跟吃到飽非常有緣 是不是因為我的這個大食量 卡特颱風試進食就可能被大家關注到 OMG 那最近超級多吃到飽 一間一間的開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一個新的Buffet 那我們家設的這一間呢 它是在漢萊集團下面的 島嶺Buffet 那這一間餐廳呢 它現在十月中左右才剛開幕 我們現在應該是開幕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就預約到了這個時段 南港這邊的漢萊飯店裡面 那這個漢萊飯店呢 其實也是好像是全新開幕的飯店 所以你看這個氛圍是不是超級漂亮 它在漢萊集團下面的這個新餐廳 漢萊集團最有名的是什麼 海鮮 沒錯 這家呢 主打說以島嶼的形式 所以呢 它就是有融合這個島嶼的這個理念進去 然後聽說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大家說一下這個價位 其實我覺得它很親民耶 像是我們平日來吃的話 然後是午餐時段從11點半到2點是1490 然後應該是再加一層服務費 那最貴最貴的話就是在假日的晚上的話 也大概2090 其實也大概2000出頭而已 我覺得算還滿OK的耶 對 那我們今天要帶大家開箱看看 到底這一間值不值得去吃 CP值高不高 走吧 今天呢 如果只有你們兩個 我覺得實在是太遜了 所以呢 我今天有找一位神秘嘉賓 這是我們的好朋友老饕 嗨 我是痛風老饕 歡迎光臨我家 講到吃的是不是一定要想要老饕 老饕愛吃海鮮類 然後也愛吃肉類 沒錯 各種高熱量的東西 痛風 普林值高的我們愛 我叫戴固春 因為這一間我們剛剛稍微看一下 它其實是新的店 所以它整個裝潢橋我覺得非常漂亮 而且呢 因為在南港這邊的那個洞具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其實靠窗的部分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剛剛看裡面的座位也是屬於一字型的 就是它不會分太多區塊 就是你一條路走到底 就是邊拿邊走這樣子 我家就是設計給大家吃Buffet的 好方便喔 就是汉萊的私生女 你通常主攻B主攻怎麼去 我跟你講我是生魚片魔人 就是我是會讓那種師傅切到手軟的 我一次就是20片飲香吃 那我們就連手吧 OK 專業的拿Buffet 一手一個不夠 感覺很像是有在餐廳打過功你知道嗎 手盤子 塞亞鳳的好棒 Oh my god 好煩 你看這一桌很厲害 而且這只是他們的大概兩個島而已 這邊的手捲呢其實排隊還滿多人的 對 因為它的海鮮類是真的很新鮮 它是有一些像是日本的生食級的干貝 然後還有像什麼法國的海螺啊 然後什麼利王蟹之類的 對 很厲害 然後他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吃Buffet的隱藏吃法 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看東西的時候你要動腦 動腦 因為你看到那個手捲 那個料怎麼看起來不是你想要的 對 你就會自己問他說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加上那個放在一起就好 然後一般的是干貝加海膽 那我希望他再幫我加上一點點鮭魚卵 喔 喔 醬 欸 Buffet就是戰場 很有感 我覺得海苔好像有點偏厚 後面一直在吃海苔 可是我覺得一開始吃下去第一口 生食的那個感覺是滿經驗的 你要吃魚片主角還是你的生蠔 生蠔吧 我的這個很肥美啊 對啊 滿不錯的 那它這邊的料理方式是 它是在前面那個烤過 然後上面還有現在噴一點清酒 嗯 然後它就是用烤過的 其實烤過的 通常要有一點點烤過的香氣 嗯 但是它呢 那個烤味稍微再重一點點 所以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我還是喜歡吃新鮮醬這樣 不是 欸 怎麼是我要說的 因為我們上去其實是4000塊 就是全部都是那種生食肌的生蠔 就是你根本就不用摳 它這邊現場沒有生的生蠔 所以但我覺得這個的話來講的話 其實已經算還可以接送了 對 它就是吃它的烤味啊 嗯 但如果你喜歡吃生食級的生蠔的話 這邊可能就比較沒有 接下來呢 有一個 我們丁丁排到天荒地老的中心 真的 天使紅蝦跟干貝 聽到有人幫你剝蝦嗎 我是不吃 這種戴可的蝦 是喔 因為它的干貝是有那種 炙烤過的干貝這樣子 但我覺得炙烤過來講的話 它其實還算滿大顆的 嗯 不是那麼的嫩 因為它畢竟它 我覺得它可能是為了說 可能有一些人來 可能不敢吃太生的那種生食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以這種鐵板的料理方式 其實也是大家會比較接受度比較高的 那你個人是不是比較喜歡剛剛那口甜的干貝 嗯 自己本身是比較喜歡吃生的不錯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可以接受 這個有點像是 你去吃那種鐵板料理 嗯 然後裡面會有附兩顆那種干貝那種干貝 這個天使紅蝦真的等很久 對 真的等很久 我覺得他們的料理方式就是滿細膩的 嗯 他們一邊在烤的時候一直在灑 你看我又咬完喔 它是帶來一點那種 蝦肉那種黏黏的口感 因為天使紅蝦有一個特殊的天使香氣 喔 我的家是天使香氣 天使香氣嗎 嗯 我很喜歡天使紅蝦 但是天使紅蝦的缺點就是它的 它煎起來的時候會有點粉粉的 有些人不喜歡那種粉粉的感覺 就是想吃蝦的Q糖 但對我來說 吃它的時候是要吃香氣 這鮮魚片對我來講 真的現在目前就是小菜一點的等級 OK 給大家看一下 我沒有看過有人去那個鮮魚片夾 它夾子是這樣 我要把它打開 然後把一坨這樣夾進來你知道 他們家鮮魚片呢 其實我覺得滿厲害的點是說 其實以這個價位來講 基本上可以大概三四種就可以了 但其實它做出很多不同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還滿細膩 而且這邊竟然有鮪魚耶 來來來 鮪魚乾杯 鮪魚乾杯 很激漲 很嫩 我看那個油花 我就跟卡特說 這個鮪魚有 後味有一點帶點 它自己本身的那個鹹味 就部位比較好一點 我是真的沒有吃過這麼好的鮪魚對不對 真的 很好吃耶 而且到現在已經咬完了 嘴巴裡面還有一個甜甜的味道 它會有一個殘香味 留在你的舌喉上 勾給我去吃它 海莉或海莉 海莉 通常是我非常喜歡的生魚片之一 然後它是太有Q彈嚼勁的 喔喔 所以有時候我吃軟嫩的鮪魚之後 再搭配海莉的那個Q勁 海莉是我很喜歡的生魚片 真的假的 欸我平常 比較慫耶 就是吃鮪魚跟鮪魚那種最人氣的商品 它通常是放在那個沃壽司上面 也會很好吃 喔真的很平常 然後它尾韻會有一個乾乾的魚乾味 因為它的油脂比較多 所以它吃起來有時候會有點脆感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魚肉 我覺得是比較酷的是老饕自己選的 喔對 這是煎魚釣中燒 就是通常煎魚呢 就比較沒有那麼 那麼好入口 然後以前吃生魚片 其實在日本是禁止 在禁止 因為吃生魚片容易生病或什麼 所以天皇就禁止 大家又很喜歡 漁民又很喜歡吃生魚片 所以他們就會 假裝把外面炙烤過一遍 看起來像熟魚 然後把它藏起來 然後大家就知道 喔那是熟魚 但切開來的時候又是生魚 嗯 生跟熟之間 對對對 這就是那種釣中燒的作品 外面那一層是有一點 焦焦液液的感覺 魚鬆的香氣 但裡面的魚肉又是那種很軟嫩的 很綿密 煙燻味或是那種烤過的感覺 所以 它的味道會比較重一點 但其他生魚片吃起來就是 比較原始的那種味道啦 我跟他說 這一間呢 我覺得很厲害的點是呢 他還有給你一個 日本的清酒酒 他除了清酒之外呢 他的西餐也有白酒可以搭配 所以呢 愛喝酒的朋友們 一定要來這邊 這是你不容小覷的機會啊 我們現在要來吃他們這邊的雪場蟹 Oh my God 其實我上次去吃那個高級的自助餐之後 我就發現 欸 其實好好吃的蟹真的很好吃 嗯 有時候呢 我會忘記哪餐工具 嗯 然後我就又懶得走過去 因為走過去太久 你會浪費吃兩隻蟹的空間 嗯 所以我就會自己來 嗯 就是斷切絞精 嗯 然後心不心肩就看這一刻了 請教我 喔 蟹肉高手 很多汁 畢竟這個價格 如果真的要吃很高級的 我覺得 少說應該也要2000塊以上好不好 這應該是蝦工或蝦母吧 我剛剛沒有看到標誌 但他這裡面要吃的就是他的 喔 好多喔 蟹蛋 嗯 嗯 嗯 這樣子 喔 很多欸 欸 那個軟蒜多欸 這個蛋的吃法呢 因為它吃起來會有點硬硬的 因為有些人喜歡那個蛋的香氣 但是有些人不喜歡它的口感 所以呢 我就會把那個蟹 學長司也自己弄出來一口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這個 蟹膏在上面嗎 對 蟹膏或蟹軟在上面 妳很忙欸 超忙 而且我們來吃飯 老闆是在做飯 對啊 我都沒有時間欸 我都直接 連波殼都來不及了 想要整口吞下去 然後最後再上一點點檸檬 喔 接下來呢 來到我們的主食區了 我們今天呢 還有點的是他們這邊的羊排跟牛肉 沒錯 然後老闆真的很細心欸 他連鹽巴都選了三種 一個是鹽鹽 黑色的鹽鹽 然後另外一個是白色的鹽鹽跟玫瑰鹽這樣子 喔 這邊的話 餡煎的部分就是有牛肉 豬肉跟羊肉這樣子 反正就三種肉可以讓大家選擇 他比較不像是那種切薄片的 他算是有一點小厚度的牛排 就是在爐烤上面 然後有火這樣子燒的 他用牛肉是牛煎肉 牛煎肉就很看 如果他在烤的時候那塊的油脂比較多 我就會多塞一點 因為他有時候有地方的油脂比較細 就是咬下去那個肉汁的香 我就會留著 但是這一塊呢 就我剛剛看的不夠只吃 偏鬆 中間是嫩的 但外面有點偏爽的 我覺得五分有時候會覺得比較好 跟一般Buffet不一樣的事情是 通常是大塊的樂眼牛排 然後去切很薄片的給你 然後他這種是直接烤一塊牛煎 然後切一整塊實力的給你 所以我覺得 那要吃起來的口感不一樣 這種是吃外面的 一點點烤的焦香味 然後乳烤就是吃那個嫩腥 樂眼的嫩的味 我還滿喜歡他的羊排有一個 那個羊的三味 我覺得還滿香的 然後不會讓它太重 那羊排的話 吃起來會比較有長進一點 可是又不會到時候太老太硬 它其實還是保留一點點 羊肉的那種嫩度 它羊排給得滿過癮 嗯 而且它是帶骨的羊排 這邊呢 有紅酒 好棒喔 我們兩個是 吃到老界的神雕俠而已 OK 它有寫說搭配的紅酒 在旁邊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你們大家想要來用餐 或是約會的話 然後我覺得有酒精也是一個 比較有那種氣氛的那種感覺 有加酸 嗯 你是那種會在和非吃烤鴨的 對耶 因為我不吃牛 所以我的肉類就會主動到其他東西下面 那我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獻給你 真的假的 因為我每次都經過烤鴨居 都完全直接掠過是不是 對 但我覺得你第一次不太值得 沒有 太沒塗出的地方 它也不是那種脆皮 或是帶點那種油味的那種鴨 它就是滿簡單的 烤鴨 嗯 春捲來 看起來很脆 可以… 可以… 一條 它是一條的蝦漿 它很像某一種類型的蝦餅 對 外面是春捲皮弄得厚厚的 然後裡面擠著蝦漿 吃它變薯條溝蓋 可以耶 接下來呢 我覺得燒飽也有一個滿重點的東西 其實就是每個燒飽的湯的品像 其實都不太一樣 然後這邊呢 因為是海鮮主打嘛 所以它有一個XO的鮮蚵堡 對 我覺得它這個鮮蚵堡還滿特別的 就是它直接在鐵板上面 幫飽加熱 所以它飽有好多種 比如說塔香蛤蜊 或者是鮮蚵 它如果看起來這個會比較誘人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那個金燈鍋的醬汁 然後最後再打一顆蛋進去 讓那個蛋花軟嫩軟嫩的感覺 最後再加上鮮蚵這樣子 好喝耶 可能是因為那個蛋液攪拌 攪開的關係 有點那種勾勾的感覺 滑順滑順 它有點像那種 你知道 去那種吃台菜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是那種寶類的湯 它裡面是多了一個香氣 就是XO醬的香氣 所以你會偶爾咬到一點點XO醬的干貝子 這寶就是一桌你們派一個人去拿 這個是乾蛤蜊 就是基本上蛤蜊已經 它是酒蒸蛤蜊 所以它通常也不是在追求那個湯汁 就是一個香氣 可是它有點過乾了 不行啦 這個肉太熟了啦 你出去看 我覺得 有些火鍋一定很 蛤蜊都比這個大顆耶 它的蔬菜那麼多乾淨耶 這一間的小缺點就是 但是人員的服務上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貼心 對 剛剛在等待的時候 因為我原本也先點 然後在旁邊等的時候 我的餐點就被人家拿走這種感覺 所以就會覺得 所以建議大家去吃順豔 然後我還要點一個是他們的 也是那種帝王蟹類的湯 然後上面還有蛤蜊的部分 帝王蟹的這個關節處直接丟進去 我覺得這盤挺好喝耶 我剛剛吃乾燒蛤蜊我覺得沒什麼味道 但我喝這個湯反而蛤蜊味比較重耶 而且你還吃得到蟹肉 對啊 我們餅吃一個原則是什麼 拿中吊味的東西 這是山蕎是不是 對 中吊味的種類 連蔬菜都不能拿到太便宜的 我們拿生菜好了 但是吃到飽的神吊效果 還是要跟大家說 山蕎這種東西比較補齒 因為它很容易飽 你聽到牙蓋你的眼睛都亮 你剛剛本來沒有嫌棄這一盤 唯一值錢的東西 但是這邊有人壓乾 好 想著你在看著巴黎鐵塔 我有 這邊是雷一零都看不到 他看不到 欸 很好吃的耶 我覺得它配餅乾應該會很好吃的耶 我剛剛自己沒吃 現在是來到我們的甜點時間 但因為老饕呢 他的專門其實是在海鮮類 你就是老饕痛風嘛對不對 所以甜點就不是他現場的部分啦 那甜點就加油我來吧 我覺得很酷的是他們的冰淇淋 你們有看到嗎 有 在那邊翻攪耶為什麼啊 對啊 我是拿了瑞士牛奶 然後還有芝麻跟薑汁狀奶 它瑞士牛奶的那個奶味蠻重的 很濃郁 很濃郁 另外一個是這個是薑汁狀奶 其實我覺得薑汁狀奶 吃起來薑汁味其實沒有到很濃耶 就是有一點點微微的焦糖奶油的感覺 很微微的薑湯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其實覺得他加瑞士牛奶會更好吃耶 對啊 因為你第一口我要給我是拌拌的 對…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覺得它整個冰淇淋的口感是比較像是那種 很轉目的那種 然後很柔化的那種 也不是很絲滑 然後怎麼講很像那種奶油類的那種冰淇淋 有 就是慕斯然後變冰的 嗯 然後很滑順 因為它一直在那邊這樣攪 然後呢 甜點的話呢 我覺得他們的花式客蛋糕感覺很好吃 嗯 好吃 其實它有一點 檸檬起司的感覺耶 它不是單單只有 起司蛋糕 可是它真的有藍莓醬是不是更好吃 對 這藍莓起司蛋糕 嗯 嗯 欸 好吃耶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是那種法式的軟糖 是喔 因為一般我們吃的軟糖 就是我們理解的軟糖 應該就從這邊變化和藍的 我們吃比較Q 那是那個高級古典以前 在那邊很優雅的吃一顆 貴族在吃的 有點脆脆的 嗯 脆脆的 糖粒的脆 而且因為它配的是一些莓果類的東西 所以吃起來有一點酸甜酸甜的感覺 嗯 嗯 上面那個香柚醬有一點 形成一個小薄膜的感覺 嗯 然後巴斯克蛋糕的底部又是那種有一點 有點像那種威化餅去壓成的那種底部 它看起來很紮實耶裡面 嗯 滿 偏紮耶 柚香的酸具中的巴斯克的起司 嗯 它的柚香其實是有點那種 柚子的皮 柚子皮香味 對 它不是那種果醬的 對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耶 其實我跟大家說我覺得這一間 真的沒有主打甜點 所以對甜點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它的東西其實好吃 但是種類其實我們大部分就已經快拿完了 對 對 我覺得主要還是以鹹食為主 對 來 我們來喝個 茶 茶類 下午茶 這一間還有主打一個 就是它一進門的那個地方 就有一個調酒吧 然後除了酒之外還有咖啡 然後還有茶的選項 我覺得它的茶都是偏比較爽口淡路線 它不是那種茶 茶味重的 嗯 所以如果說 你只是想要稍微解膩的話 其實配一杯我覺得算是還OK啦 嗯 有帶出一點餐點的特色 我覺得還不錯 好的 各位 那我們現在已經吃完了這個 旱來的新的餐廳叫做 島嶼自助Buffet 我們吃完這個金額一個人的話呢 大概加服務費完是 1640左右 好像價格還OK 因為一般的飯店的Buffet 差不多就落在這個家的區間啦 大概1500上下嘛 對 它就是如果在不同的時間 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菜色啊 像是它的晚上的話呢 可能會有波士頓的龍蝦 那當然晚上的價格就比較貴一點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神雕俠侶 來說一下今天推薦的東西好了 我嗎 如果是我的話 一定會先來兩顆干貝 生魚片就要像卡特那樣用夾子這樣子 掰開 好啦 你都來了 牛排也是要吃一下的 對 蟹也是滿好吃的 只是過癮度 我覺得跟我在其他邊吃的過癮度 還差那麼一點點 那我自己個人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間的重點就是海鮮 他們的神魚片真的 比四千塊那間還要再更厲害一點 我上次去吃嘛 我覺得這一間的新鮮度跟那個 吃起來的肉質的感覺 我覺得品質都還滿高的水準 如果你是沖著什麼牛肉 或是沖著一些其他的餐點的話 你來可能會覺得 有點小心了 會 但如果你是海鮮酷的話 一定要來看看 然後我覺得 他們那個干貝手菌也很好吃 喔 生干貝的 對 然後加上那個干貝手菌 裡面還有海膽 我剛好吃到一個我還滿喜歡的 就是我後來去拿了很多酒孔包 然後我就 我吃六顆就回本 針對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酒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貼心 那像在最前面它有一個調酒吧 我們剛好喝了一下嘛 那裡面也還有氣泡酒 然後還有自己的調酒 然後再加上他們這邊好像有特殊的生皮 愛喝酒 愛吃海鮮的 很吃得來這邊 那你們兩個勒 有覺得什麼印象成果嗎 蠟皮 起司皮 因為剛剛伊林啊 他就是吃了那個起司 然後他把外面那個塑膠殼 一起吃下去了 來看一下… 風辣… 原本是這樣抱在外面的 他已經吃了不知道幾顆了 上面還有一些它的尺盒 你們看到嗎 在那邊咬那個 結果這是不可使用的 大家有想吃海鮮話 可以來試試看 對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島嶼開箱啦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影片有沒有喜歡 然後你們上次的留言卡 大家都有看到立馬約來拍的好不好 如果你每次喜歡吃吃吃藥寶的朋友 記得要分享給愛吃吃藥寶的朋友喔 然後呢 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老饕 一起來陪我拍片啦 大家也記得去最終老饕 如果你們有想吃什麼東西 或想要看老饕精闢的解說的話 歡迎這邊… 好啊 歡迎來這邊玩 好 那如果還想看我們吃藥寶的神雕俠旅 去拍手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下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